Hello大家好我是大西瓜 这把橘猫真的是立天翻盘啊 说实话当时我都觉得要输了 哎能赢真是个奇迹啊 大家好好看啊 这一把是雪叶古宝山 我选择了一个橘猫 开局来到中楼拿第一块经验 哎这边还有个隐身 然后下去拿第二块 再来到对面的一个盔甲盘 拿到第三块经验 最后的话去中楼拿第四块经验 哎这有一个 没想到啊 在这边捡经验还碰到一个机械鼠 那这一把的话是拿到四块经验 和一个机械鼠的经验 被拉扯了一段时间之后 是来到卧室抓到了第一只老鼠 这反正就好了 那这一拨的话就直接把卧室了 然后把这些罐子给清理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夹子 拿个夹子布上 布好夹子之后是买了一个牌子 这边有个角漆啊是刚才看到 反应有点慢了 他把国玩吵醒 我赶快开门出去 但是他把门又关上了 这边是把我给晕住了 但是他想跑还是有点难的 直接一个跳拍 你干什么 没道具 这叫没道具 双重道具好吧 但是老火箭的话是被他们守住了 我一个伞又追上了侦探 这个侦探是不打算往下走了 一刀直接带走之后 老火箭的话肯定是散不去了 先买一个火盾给喝起来 那这一波的话 我就直接把肿肉 但是这个泥宝来得好快 我刚准备在这个跳板里放夹子 他就已经过来救下了 哎呀 这波计算有点失误 没想到他来这么快 不过这个灯他还是跑不了一刀带走 但是他利用铁血的话是直接跳到了庭院 那我们就直接板庭院吧 这打着打着这个战旗怎么掉了下来啊 那直接一个火盾加三都不随不乱叫嘛 没有办法只能是抓侦探了 其他都是一个满血都打不死 还好菊猫的追击能力是特别强的 一闪一抓呢直接带走 这一波庭院是板不上啊 那就直接板钟楼了 路过的时候是发现这边有个夹子 然后直接拿起来步子在跳板呢 发到一个 这一波的话是一个三机闪 直接把光给秒了 这样的话是有机会的 然后我们直接去对面再板 形成一个拉扯 不过对面的话是已经突然四块奶了 再把要小心一点 板散之后立马去对面啊 然后这边是没有一个道具了 赶快买一个牌子了 给它救下来之后 我们在这里等一等 等它的预位差不多之后 我们再散散去啊 哎呀没想到它吗 我不会让你跳下去了 一拍 一抓 哎秒飞 这不就有机会了吗 还没秒飞啊 这样的话就成功飞了一个侦探 不过对面这个阵子的话 还是很硬的 一个恶魔 一个国王 一个尼宝 后期无敌啊 而且我这个菊帽的话 后期很弱 这边是拍到了 但是它直接掉了下去 是没有拍到到 一刀 接续续的话接不上 继续跟上 不过尼宝是拿了一把钱 你再打我啊 身上没有一个道具 秒不掉老鼠 很烦 这会就已经是菊帽 一个落似的开始了 没有伤害 哎呀 这个拍的真的是太慢了 这个拍子 你看国王家战旗加盾 根本就不怕我呀 这个恶魔也是呀 尼宝也差不多 哎 这边尼宝是采了夹子 我们直接一个伞抓 把它秒掉 因为身上的话 是没有一个道具的 然后就直接板庭院的火箭了 这边他们居然不退奶了 应该都在卧室啊 那我们直接往上跳 跳到传送带 就可以直接散散去了 一伞一伞 这一波完全不着急啊 等恶魔最后一秒 我们再把它给抓起来 国王的话 应该是没有站起了 然后抓起来之后 我们直接往这个地方跑 就给我看它旧不旧了 旧的话 我们就直接散过去板秒飞啊 我直接把你能赖我喝 还想炸我 小凤已出现 阻止敌方逃走 不理他 这是啥东西啊 一个盘子就把我的那个 这不就是机会吗 谁告诉 谁告诉你们没有机会的呀 啊 机会就靠自己创作 那种局面 一定要板上面才有机会 知道吧 板下面不可能有机会的 就是板上面来回拉扯 哎呦哎呦哎呦 我给你们吹牛去了 不过没关系 这把稳稳赢好吧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问题不大 这把币 哎呦 这泡泡机怎么买这了 没关系没关系 三个泡泡机稳赢 成大使者不拘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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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罐子都没了你们还打个锤子 你们的罐子都没了你们还打个锤子 准手就请呀 准手就请呀 这还有什么好打的 直接板着我要摊个是非 我卡住 算了算了算了这个是非不要也罢 不要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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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方老鼠被放飞 敌方老鼠被放飞